中国人平均工作市场一直保持全球最高 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 省什么别给自己脸上贴近 也别自我带着苦难了 论卷啊我们真的是被虐成了渣渣 根据潘英世界表显示 从1970年开始到2019年 中国人平均工作市场 全年就没有超过2200小时的 隔壁韩国从1953年就开始拿自己不当人 常年工作市场保持在2800小时以上 最高达到3100小时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10年 工作市场才有所下降 隔壁新加坡从1960年到现在 工作市场就没有低于中国的 这些年常年维持在2400小时以上 隔壁越南也一样 从1970年开始就和韩国一样狂卷 年工作市场远超中国 近几年才与中国持平 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也一样 从来都是拿自己不当人 把大陆是往死地卷 隔壁日本能好一点 原来跟中国一样 属于卷不动别人也不想躺平 工作市场一直维持在2200左右 从70年代经济危机后 整个国家开始彻底躺平 工作市场才开始大幅下降 总体而言 中国工作市场在亚洲也就属于 中间水平 所以真的别动不动 拿工作市场说事了 显得矫情 真要是觉得自己苦 那也是只能跟欧洲比一步 才能说自己过得苦 欧洲人过得确实舒服 整体工作市场远低于亚洲水平 德国挪威工作市场 就只有1400小时左右 比新加坡这些卷王的亚洲国家 快少了一半 你羡慕吗 那指定得羡慕 谈权力的时候 那肯定是理所赢的 谈义务的时候就事不关己了 那光看欧洲现在爽 你没看他们前辈是怎么卷的 欧洲国家早期卷的时候 也是拿自己当牲口用的 比如德国早期工作市场 高达3300小时 一路卷到1960年 才和现在中国工作市场一样 然后他们就越过越爽了 现在每年只需要工作1400小时了 其他的比如法国丹麦瑞士 这些欧洲国家 也是一路从3000多个小时卷过来的 你就包括美国也一样 直到现在他们的工作市场 还维持在1800小时以上 而且不是每行每夜 过得都很舒服 比如普通国人采矿的 伐木的美洲工作市场 就在46.5小时 数据来源是美国劳工统计局 那根据另一份调查证据显示 10%的美国人 认为自己工作市场太长 这个太长的标准 是每就大于50个小时 所以说真的 别太往自己脸上贴紧 那为什么欧洲能过得这么爽呢 生产力 比如现在每个中国人 平均每小时 只能产出11美元的价值 但是每个德国人 却能产出70美元的价值 我们现在的水平 刚好够德国60年代的水平 那怎么才能提高生产力呢 毫无疑问 高端产业 比如原来我们是采缝纫机造衬衫 以后就得造飞机 造机床 造高端间 可遗憾的是 在中国一路冲击高端产业的路上 不仅遭到国外为最独立 国内也是有多少人冷嘲热讽 一个国产大飞机 那是捅了多少人的废关子 除了高端产业 那另一个就是高端品牌 之前讲过这个 国内很多人对于某些天价产品 一直是无底线的讨伐 可是对于国外天价产品 进入中国 却是毫无底线的跪舔 某些莫名其妙的包 羽绒服 板凳 药 电器 最典型的例子 比如有个玩意儿叫叶酸 孕妇吃的 这玩意儿国内都是社区 免费发放的成本 都是几分钱 几毛钱 但是当我们没有多少人领 然后去买德国某个牌子 一价几百倍的一模一样的东西 就这种上赶的给国外送钱 供养欧洲这种上班少 高福利的生活 然后转头来一句 中国人好苦啊 我们都在用力的活在 就这种自呛的行为 真的很莫名其妙 中国人平均工作市场 一直保持全球最高 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 省什么 别给自己脸上贴近 也别自我带着苦难了 论卷啊 我们真的是被虐成了渣渣 根据潘音师节表显示 从1970年开始到2019年 中国人平均工作市场 全年就没有超过 2200小时的 隔壁韩国从1953年 就开始拿自己不当人 常年工作市场 保持在2800小时以上 最高达到3100小时 这种状况 一直持续到2010年 工作市场才有所下降 隔壁新加坡 从1960年到现在 工作市场就没有低于中国的 这些年 常年维持在2400小时以上 隔壁越南也一样 从1970年开始 就和韩国一样狂卷 年工作市场远超中国 近几年才与中国持平 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也一样 从来都是拿自己不当人 把大陆是往死地卷 隔壁日本能好一点 原来跟中国一样 属于卷不动别人 也不想躺平 工作市场一直维持在2200左右 从70年代经济危机后 整个国家开始彻底躺平 工作市场才开始大幅下降 总体而言 中国工作市场在亚洲也就属于中间水平 所以真的 别动不动拿工作市场说事了 显得矫情 真要是觉得自己苦 那也是只能跟欧洲比一步 才能说自己过得苦 欧洲人过得确实舒服 整体工作市场远低于亚洲水平 德国挪威工作市场 就只有1400小时左右 比新加坡这些卷王的亚洲国家 快少了一半 你羡慕吗 那只定得羡慕 谈权力的时候 那肯定是理所赢的 谈义务的时候就事不关己了 那光看欧洲现在爽 你没看他们前辈是怎么卷的 欧洲国家早期卷的时候 也是拿自己当牲口用的 比如德国早期工作市场 高达3300小时 一路卷到1960年 才和现在中国工作市场一样 然后他们就越过越爽了 现在每年只需要工作1400小时了 其他的 比如法国丹麦瑞士这些欧洲国家 也是一路从3000多个小时卷过来的 你就包括美国也一样 直到现在他们的工作市场 还维持在1800小时以上 而且不是美行每夜过得都很舒服 比如普通国人采矿的 伐木的美洲工作市场 就在46.5小时 数据来源是美国劳工统计局 那根据另一份交达数据显示 10%的美国人认为自己工作市场太长 这个太长的标准 是美洲大于50个小时 所以说真的 别太往自己脸上贴紧 那为什么欧洲能过得这么爽呢 生产力 比如现在每个中国人 平均每小时只能产出 11美元的价值 但是每个德国人 却能产出70美元的价值 我们现在的水平 刚好够德国60年代的水平 那怎么才能提高生产力呢 毫无疑问 高端产业啊 比如原来我们是采缝纫机造衬衫 以后呢 就得造飞机 造机床 造高进阶 可遗憾的是啊 在中国一路冲击高端产业的路上 不仅遭到国外危险度地 国内也是有多少人冷嘲热讽啊 一个国产大飞机 那是捅了多少人的废关子啊 除了高端产业 那另一个呢 就是高端品牌 之前讲过这个 国内很多人对于某些天价产品 一直是无底线的讨伐 可是对于国外天价产品进入中国呢 却是毫无底线的跪舔啊 某些莫名其妙的包啊 羽绒服啊 板凳啊 药啊 电器啊 最典型的例子 比如有个玩意儿叫叶酸 孕妇吃的 这玩意儿国内都是社区 免费发放的成本 都是几分钱 几毛钱 但是呢 我们没有多少人领 然后去买德国某个牌子 溢价几百倍的一模一样的东西 就这种上赶的给国外送钱 供养欧洲这种上班少高福利的生活 然后转头来一句 中国人好苦啊 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啊 就这种自呛的行为啊 真的很莫名其妙 中国人平均工作市场 一直保持全球最高 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 省什么 别给自己脸上贴金 也别自我带着苦难了 论卷啊 我们真的是被虐成了渣渣 根据潘英世界表显示 从1970年开始到2019年 中国人平均工作市场 全年就没有超过2200万小时的 隔壁韩国从1953年 就开始拿自己不当人 常年工作市场保持在2800小时以上 最高达到3100小时 这种状况 一直持续到2010年 工作市场才有所下降 隔壁新加坡 从1960年到现在 工作市场就没有低于中国的 这些年常年维持在2400小时以上 隔壁越南也一样 从1970年开始 就和韩国一样狂卷啊 年工作市场远超中国 近几年才与中国持平 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也一样 从来都是拿自己不当人啊 把大陆是往死地卷 隔壁日本能好一点 原来跟中国一样 属于卷不动别人 也不想躺平 工作市场一直维持在2200左右 从70年代经济危机后 整个国家开始彻底躺平 工作市场才开始大幅下降 总体而言 中国工作市场在亚洲 也就属于中间水平 所以真的 别动不动拿工作市场说事了 显得矫情 真要是觉得自己苦 那也是只能跟欧洲比一步啊 才能说自己过得苦 欧洲人过得确实舒服啊 整体工作市场远低于亚洲水平 德国挪威工作市场 就只有1400小时左右 比新加坡这些卷王的亚洲国家 快少了一半 你羡慕吗 那指定得羡慕啊 谈权力的时候 那肯定是理所赢的 谈义务的时候就事不关己了呗 那光看欧洲现在爽 你没看他们前辈是怎么卷的 欧洲国家早期卷的时候 也是拿自己当牲口用的 比如德国早期工作市场 高达3300小时 一路卷到1960年 才和现在中国工作市场一样 然后他们就越过越爽了 现在每年只需要工作1400小时了 其他的 比如法国丹麦瑞士这些欧洲国家 也是一路从3000多个小时卷过来的 你就包括美国也一样啊 直到现在他们的工作市场 还维持在1800小时以上 而且不是每行每夜过得都很舒服 比如普通工人采矿的 伐木的美洲工作市场就在46.5小时 那数据来源是美国劳工统计局 那根据另一份调查证据显示呢 10%的美国人认为自己工作市场太长 这个太长的标准呢 是美洲大于50个小时 所以说啊 真的别太往自己脸上贴紧啊 那为什么欧洲能过得这么爽呢 生产力啊 比如现在每个中国人平均 每小时只能产出11美元的价值 但是每个德国人呢 却能产出70美元的价值 我们现在的水平呢 刚好够德国60年代的水平 那怎么才能提高生产力呢 毫无疑问啊 高端产业啊 比如原来我们是采缝纫机造衬衫 以后呢就得造飞机 造机床 造高进阶 可遗憾的是啊 在中国一路冲击高端产业的路上 不仅遭到国外无缺度地 国内也是有多少人冷嘲热讽啊 一个国产大飞机 那是捅了多少人的废关子啊 除了高端产业 那另一个呢 就是高端品牌 之前讲过这个 国内很多人对于某些天价产品 一直是无底线的讨伐 某些莫名其妙的包啊 羽绒服啊 板凳啊 药啊 电器啊 最典型的例子 比如有个玩意儿叫叶酸 孕妇吃的 这玩意儿国内都是社区 免费发放的成本 都是几分钱几毛钱 但是呢 我们没有多少人领 然后去买德国某个牌子 一价几百倍的一模一样的东西 就这种上赶的给国外送钱 供养欧洲这种上班少高福利的生活 然后转头来一句 中国人好苦啊 我们都在用力的活在啊 就这种自呛的行为啊 真的很莫名其妙 中国人平均工作市场 一直保持全球最高 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 省什么 别给自己脸上贴金 也别自我带着苦难了 论卷啊 我们真的是被虐成了渣渣 根据潘音师节表显示 从1970年开始到2019年 中国人平均工作市场 全年就没有超过2200万小时的 隔壁韩国从1953年 就开始拿自己不当人 常年工作市场保持在2800小时以上 最高达到3100小时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10年 工作市场才有所下降 隔壁新加坡 从1960年到现在 工作市场就没有低于中国的 这些年常年维持在2400小时以上 隔壁越南也一样 从1970年开始就和韩国一样 狂卷啊 年工作市场远超中国 近几年才与中国持平 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也一样 从来都是拿自己不当人啊 把大陆是往死地卷 隔壁日本能好一点 原来跟中国一样 属于卷不动别人也不想躺平 工作市场一直维持在2200左右 从70年代经济危机后 整个国家开始彻底躺平 工作市场才开始大幅下降 总体而言 中国工作市场在亚洲 也就属于中间水平 所以真的别动不动 拿工作市场说事了 显得矫情 真要是觉得自己苦 那也是只能跟欧洲比一步 才能说自己过得苦 欧洲人过得确实舒服 整体工作市场远低于亚洲水平 德国挪威工作市场 就只有1400小时左右 比新加坡这些卷王的亚洲国家 快少了一半 你羡慕吗 那只定得羡慕 谈权力的时候 那肯定是理所赢的 谈义务的时候就事不关己了 那光看欧洲现在爽 你没看他们前辈是怎么卷的 欧洲国家早期卷的时候 也是拿自己当牲口用的 比如德国早期工作市场 高达3300小时 一路卷到1960年 才和现在中国工作市场一样 然后他们就越过越爽了 现在每年只需要工作1400小时了 其他的 比如法国丹麦瑞士 这些欧洲国家 也是一路从3000多个小时卷过来的 你就包括美国也一样 直到现在他们的工作市场 还维持在1800小时以上 而且不是美行每夜 过得都很舒服 比如普通国人采矿的 伐木的美洲工作市场 就在46.5小时 数据来源是美国劳工统计局 那根据另一份交达数据显示 10%的美国人 认为自己工作市场太长 这个太长的标准 是美洲大于50个小时 所以说 真的别太往自己脸上贴紧 那为什么欧洲能过得这么爽呢 生产力 比如现在 每个中国人平均 每小时只能产出 11美元的价值 但是每个德国人 却能产出70美元的价值 我们现在的水平 刚好够德国60年代的水平 那怎么才能提高生产力呢 毫无疑问 高端产业 比如原来我们是采缝纫机造衬衫 以后就得造飞机 造机床 造高进阶 可遗憾的是 在中国一路冲击高端产业的路上 不仅遭到国外危险度地 国内也是有多少人冷嘲热讽 一个国产大飞机 那是捅了多少人的废关子 除了高端产业 那另一个就是高端品牌 之前讲过这个 国内很多人对于某些天价产品 一直是无底线的讨伐 可是对于国外天价产品进入中国 却是毫无底线的跪舔 某些莫名其妙的包 羽绒服 板凳 药 电器 最典型的例子 比如有个玩意叫叶酸 孕妇吃的 这玩意国内都是社区 免费发放的成本 都是几分钱 几毛钱 但是当我们没有多少人领 然后去买德国某个牌子 溢价几百倍的一模一样的东西 就这种上赶的给国外送钱 供养欧洲这种上班少 高福利的生活 然后转头来一句 中国人好苦 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 就这种自呛的行为 真的很莫名其妙 中国人平均工作市场 一直保持全球最高 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 省什么 别给自己脸上贴金 也别自我带着苦难了 论卷 我们真的是被虐成了渣渣 根据潘英世界表显示 从1970年开始到2019年 中国人平均工作市场 全年就没有超过2200万小时的 隔壁韩国从1953年 就开始拿自己不当人 常年工作市场保持在2800小时以上 最高达到3100小时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10年 工作市场才有所下降 隔壁新加坡 从1960年到现在 工作市场就没有低于中国的 这些年常年维持在2400小时以上 隔壁越南也一样 从1970年开始就和韩国一样 狂卷 年工作市场远超中国 近几年才与中国持平 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也一样 从来都是拿自己不当人 把大陆是往死地卷 隔壁日本能好一点 原来跟中国一样 属于卷不动别人也不想躺平 工作市场一直维持在2200左右 从70年代经济危机后 整个国家开始彻底躺平 工作市场才开始大幅下降 总体而言 中国工作市场在亚洲 也就属于中间水平 所以真的别动不动 拿工作市场说事了 显得矫情 真要是觉得自己苦 那也是只能跟欧洲比一步 才能说自己过得苦 欧洲人过得确实舒服 整体工作市场远低于亚洲水平 德国挪威工作市场 就只有1400小时左右 比新加坡这些卷王的亚洲国家 快少了一半 你羡慕吗 那指定得羡慕 谈权力的时候 那肯定是理所赢的 谈义务的时候就事不关己了 那光看欧洲现在爽 你没看他们前辈是怎么卷的 欧洲国家早期卷的时候 也是拿自己当牲口用的 比如德国早期工作市场 高达3300小时 一路卷到1960年 才和现在中国工作市场一样 然后他们就越过越爽了 现在每年只需要工作1400小时了 其他的比如法国丹麦瑞士 这些欧洲国家 也是一路从3000多个小时卷过来的 你就包括美国也一样 直到现在他们的工作市场 还维持在1800小时以上 而且不是每行每夜过得都很舒服 比如普通工人采矿的 伐木的美洲工作市场 就在46.5小时 数据来源是美国劳工统计局 那根据另一份交达数据显示 10%的美国人 如果自己工作市场太长 这个太长的标准 是美洲大于50个小时 所以说真的 别太往自己脸上贴紧 那为什么欧洲能过得这么爽呢 生产力 比如现在每个中国人 平均每小时只能产出 11美元的价值 但是每个德国人 却能产出70美元的价值 我们现在的水平 刚好够德国60年代的水平 那怎么才能提高生产力呢 毫无疑问 高端产业 比如原来我们是采缝纫机 造衬衫 以后就得造飞机 造机床 造高竞尖 可遗憾的是 在中国一路冲击 高端产业的路上 不仅遭到国外为最独立 国内也是有多少人 冷嘲热讽 一个国产大飞机 那是捅了多少人的废关子 除了高端产业 那另一个就是高端品牌 之前讲过这个 国内很多人 对于某些天价产品 一直是无底线的讨伐 某些莫名其妙的包 羽绒服 板凳 药 电器 最典型的例子 比如有个玩意儿 叫叶酸 孕妇吃的 这玩意儿国内都是社区 免费发放的成本 都是几分钱 几毛钱 但是当我们没有多少人领 然后去买德国某个牌子 溢价几百倍的 一模一样的东西 就这种上赶的给国外送钱 供养欧洲这种上班少 高福利的生活 然后转头来一句 中国人好苦啊 我们都在用力的活在 就这种自呛的行为 真的很莫名其妙 中国人平均工作市场 一直保持全球最高 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 省什么 别给自己脸上贴金 也别自我带着苦难了 论卷 我们真的是被虐成了渣渣 根据潘音师节表显示 从1970年开始到2019年 中国人平均工作市场 全年就没有超过 2200小时的 隔壁韩国从1953年 就开始拿自己不当人 常年工作市场 保持在2800小时以上 最高达到3100小时 这种状况 一直持续到2010年 工作市场才有所下降 隔壁新加坡 从1960年到现在 工作市场就没有低于中国的 这些年 常年维持在2400小时以上 隔壁越南也一样 从1970年开始 就和韩国一样狂卷 年工作市场远超中国 近几年才与中国持平 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也一样 从来都是拿自己不当人 把大陆是往死地卷 隔壁日本能好一点 原来跟中国一样 属于卷不动别人 也不想躺平 工作市场一直维持在2200左右 从70年代经济危机后 整个国家开始彻底躺平 工作市场才开始大幅下降 总体而言 中国工作市场 在亚洲也就属于中间水平 所以真的 别动不动拿工作市场说事了 显得矫情 真要是觉得自己苦 那也是只能跟欧洲比一步 才能说自己过得苦 欧洲人过得确实舒服 整体工作市场远低于亚洲水平 德国挪威 工作市场就只有1400小时左右 比新加坡这些卷王的亚洲国家 快少了一半 你羡慕吗 那只定得羡慕 谈权力的时候 那肯定是理所赢的 谈义务的时候就事不关己了 那光看欧洲现在爽 你没看他们前辈是怎么卷的 欧洲国家早期卷的时候 也是拿自己当牲口用的 比如德国早期工作市场 高达3300小时 一路卷到1960年 才和现在中国工作市场一样 然后他们就越过越爽了 现在每年只需要工作1400小时了 其他的 比如法国丹麦瑞士 这些欧洲国家 也是一路从3000多个小时卷过来的 你就包括美国也一样 直到现在他们的工作市场 还维持在1800小时以上 而且不是美航每夜 过得都很舒服 比如普通国人采矿的 伐木的美洲工作市场 就在46.5小时 数据来源是美国劳工统计局 那根据另一份交达数据显示 10%的美国人 认为自己工作市场太长 这个太长的标准 是美就大于50个小时 所以说 真的别太往自己脸上贴紧 那为什么欧洲能过得这么爽呢 生产力 比如现在 每个中国人平均 每小时只能产出 11美元的价值 但是每个德国人 却能产出70美元的价值 我们现在的水平 刚好够德国60年代的水平 那怎么才能提高生产力呢 毫无疑问 高端产业 比如原来我们是采缝纫机 造衬衫 以后就得造飞机 造机床 造高进阶 可遗憾的是 在中国一路冲击高端产业的路上 不仅遭到国外危险度地 国内也是有多少人冷嘲热讽 一个国产大飞机 那是捅了多少人的废关子 除了高端产业 那另一个就是高端品牌 之前讲过这个 国内很多人对于某些天价产品 一直是无底线的讨伐 可是对于国外天价产品进入中国 却是毫无底线的跪舔 某些莫名其妙的包 羽绒服 板凳 药 电器 最典型的例子 比如有个玩意叫叶酸 孕妇吃的 这玩意国内都是社区 免费发放的成本 都是几分钱 几毛钱 但是当我们没有多少人领 然后去买德国某个牌子 溢价几百倍的 一模一样的东西 就这种上赶的给国外送钱 供养欧洲这种上班少 高福利的生活 然后转头来一句 中国人好苦 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 就这种自呛的行为 真的很莫名其妙 中国人平均工作市场 一直保持全球最高 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 省什么 别给自己脸上贴金 也别自我带着苦难了 论卷 我们真的是被虐成了渣渣 根据潘英世界表显示 从1970年开始到2019年 中国人平均工作市场 全年就没有超过 两千两百小时的 隔壁韩国从1953年 就开始拿自己不当人 常年工作市场 保持在两千八百小时以上 最高达到三千一百小时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2010年工作市场 才有所下降 隔壁新加坡 从1960年到现在 工作市场就没有低于中国的 这些年常年 维持在两千四百小时以上 隔壁越南也一样 从1970年开始 就和韩国一样狂卷 年工作市场远超中国 近几年才与中国持平 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也一样 从来都是拿自己不当人 把大陆是往死地卷 隔壁日本能好一点 原来跟中国一样 属于卷不动别人 也不想躺平 工作市场一直维持在 两千二百左右 从70年代经济危机后 整个国家开始彻底躺平 工作市场才开始大幅下降 总体而言 中国工作市场 在亚洲也就属于中间水平 所以真的 别动不动拿工作市场说事了 显得矫情 真要是觉得自己苦 那也是只能跟欧洲比一步 才能说自己过得苦 欧洲人过得确实舒服 整体工作市场远低于亚洲水平 德国挪威工作市场 就只有1400小时左右 比新加坡这些卷王的亚洲国家 快少了一半 你羡慕吗 那只定得羡慕 谈权力的时候 那肯定是理所应的 谈义务的时候就事不关己了 那光看欧洲现在爽 你没看他们前辈是怎么卷的 欧洲国家早期卷的时候 也是拿自己当牲口用的 比如德国早期工作市场 高达3300小时 一路卷到1960年 才和现在中国工作市场一样 然后他们就越过越爽了 现在每年只需要工作1400小时了 其他的比如法国丹麦瑞士 这些欧洲国家 也是一路从3000多个小时卷过来的 你就包括美国也一样 直到现在他们的工作市场 还维持在1800小时以上 而且不是美行每夜过得都很舒服 比如普通工人采矿的 伐木的美洲工作市场 就在46.5小时 数据来源是美国劳工统计局 那根据另一份调查证据显示 10%的美国人 认为自己工作市场太长 这个太长的标准 是美洲大于50个小时 所以说真的 别太往自己脸上贴紧 那为什么欧洲能过得这么爽呢 生产力 比如现在 每个中国人平均 每小时只能产出11美元的价值 但是每个德国人 却能产出70美元的价值 我们现在的水平呢 刚好够德国60年代的水平 那怎么才能提高生产力呢 毫无疑问啊 高端产业啊 比如原来我们是采缝纫机 造衬衫 以后呢 就得造飞机 造机床 造高进阶 可遗憾的是啊 在中国一路冲击高端产业的路上 不仅遭到国外为最独立 国内也是有多少人冷嘲热讽啊 一个国产大飞机 那是捅了多少人的废关子啊 除了高端产业 那另一个呢 就是高端品牌 之前讲过这个 国内很多人对于某些天价产品 一直是无底线的讨伐 可是对于国外天价产品进入中国呢 却是毫无底线的跪舔啊 某些莫名其妙的包啊 羽绒服啊 板凳啊 药啊 电器啊 最典型的例子 比如有个玩意儿叫叶酸 孕妇吃的 这玩意儿国内都是社区 免费发放的成本 都是几分钱 几毛钱 但是呢 我们没有多少人领 然后去买德国某个牌子 溢价几百倍的一模一样的东西 就这种上赶的给国外送钱 供养欧洲这种上班少高福利的生活 然后转头来一句 中国人好苦啊 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啊 就这种自呛的行为啊 真的很莫名其妙 中国人平均工作市场 一直保持全球最高 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 省什么 别给自己脸上贴金 也别自我带着苦难了 论卷啊 我们真的是被虐成了渣渣 根据潘英世界表显示 从1970年开始到2019年 中国人平均工作市场 全年就没有超过两千两百小时的 隔壁韩国从1953年就开始拿自己不当人 常年工作市场保持在两千八百小时以上 最高达到三千一百小时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10年 工作市场才有所下降 隔壁新加坡从1960年到现在 工作市场就没有低于中国的 这些年常年维持在两千四百小时以上 隔壁越南也一样 从1970年开始就和韩国一样狂卷 年工作市场远超中国 近几年才与中国持平 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也一样 从来都是拿自己不当人啊 把大陆是往死地卷 隔壁日本能好一点 原来跟中国一样 属于卷不动别人也不想躺平 工作市场一直维持在两千二百左右 从70年代经济危机后 整个国家开始彻底躺平 工作市场才开始大幅下降 总体而言 中国工作市场在亚洲也就属于中间水平 所以真的别动不动拿工作市场说事了 显得矫情 真要是觉得自己苦 那也是只能跟欧洲比一步啊 才能说自己过得苦 欧洲人过得确实舒服啊 整体工作市场远低于亚洲水平 德国挪威工作市场就只有1400小时左右 比新加坡这些卷王的亚洲国家快少了一半 你羡慕吗 那只听得羡慕啊 谈权力的时候那肯定是理所赢的 谈义务的时候就事不关己了呗 那光看欧洲现在爽 你没看他们前辈是怎么卷的 欧洲国家早期卷的时候 也是拿自己当牲口用的 比如德国早期工作市场高达3300小时 一路卷到1960年才和现在中国工作市场一样 然后他们就越过越爽了 现在每年只需要工作1400小时了 其他的比如法国丹麦瑞士这些欧洲国家 也是一路从3000多个小时卷过来的 你就包括美国也一样啊 直到现在他们的工作市场还维持在1800小时以上 而且不是美行每夜过得都很舒服 比如普通国人采矿的伐木的美洲工作市场就在46.5小时 那数据来源是美国劳工统计局 那根据另一份教导计局显示呢 10%的美国人认为自己工作市场太长 这个太长了